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钓鱼岛列宇及其海域 是中国东南沿岸海防的重要屏障之一 其战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其次 钓鱼岛列宇运藏的能源超乎你的想象 据有关权威资料显示 仅在钓鱼岛列宇海域海底 游藏的上限为1574亿桶 超过伊拉克1120亿桶40% 比美国多5倍 足弓中国使用80年 天然气藏量约84000亿立方米 比沙特阿拉伯多8倍 第三 丢了钓鱼岛就丢了半个东海 东海基本上由中国 日本和琉球群岛包围着 面积大约77万平方公里 琉球群岛历史上是中国的附属国 1879年被日本占领 1945年 二战胜利 根据波磁坦公稿第八条 琉球主权重归中国 但当时美国政府两次试图将琉球群岛交还给中国的时候 讲 届时都予以了婉拒 有分析认为 将当时缺乏海洋意识 担心将来因为琉球问题被日本碰瓷 纠缠不清 所以交给美国管理 1970年的时候 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为了让第一岛链固若金汤 不受台湾问题的影响 背着中国跟日本签订 美日就金山合约 把琉球群岛以及钓鱼岛的管理权转给日本 所以 不论是从理事和法理上看 钓鱼岛和琉球群岛都是中国的 在霸占了琉球群岛 并将钓鱼岛纳入控制状态之后 日本跑过来跟中国谈东海的经济专属区的划分问题了 他们提出了中间线方案 理由是 在琉球群岛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东海 最宽处只有360海里 一海里等于1.852公里 因此双方都无法获得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怎么办 日本的建议是 评分吧 为什么要跟你评分 第一 琉球群岛本来就是中国的 按照战后国际法律文件 也是中国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基础上说评分 第二 国际上经济专属区划分 还有大陆下原则 东海的大陆下跟中国大陆是完美连接在一起的 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 到冲绳海潮才出现明显的分界 所以 中国主张大陆下方案 以冲绳海潮类界 而中国的钓鱼岛 就在冲绳海潮的边上 这样 中日在东海存在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面积 非常明显 倘若中国师去钓鱼岛列宇主权 就随着丧尸过半中国东海海域 同样 如果中国承认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东海中间线 便将以东的过半中国东海海域和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宇拱手送给日本 大家说说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有退路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